那病例數倒是也從今年 今年起 大概22,256例 那輕症的是22,171 佔比是99.62% 那中症今天增加了10名 總共是78名 那佔比是0.35% 重症增加1名 那變成7名 那死亡人數沒有增加 重症的佔比 百分之0.03% 那目前中重症的 大部分是應該是中症的 那結合有24人 24人 那這裡面 這我們今天11例的重度 重度以上的 那重度的是一位60多歲的女性 有打過 3劑的疫苗 那她基本上是有抽搐低血納 疑似 是敗血症 那加護病房 使用氧氣面罩 那 也使用瑞德西韋 在治療 那中度的 中度的情況 當然都有一個慢性病史 那 大部分都是這個血氧的濃度 稍微低於94 那藥物就是使用瑞德西韋 那基本上在胸部的X光 這幾位 都有肺炎的跡象 然後這裡面大概打了3例 列大中的有5位 那沒有打過任何的疫苗的 有6位